女孩车祸婚迷送进医院 不料诊治医生是她未曾谋面的未婚夫 只一眼她就沦陷在男人帅气的俊脸下 母胎单身的她仿佛中了爱神之剑 女孩名叫苏金北 是炙手可热的美艳女明星 男人名叫周时韵 是年轻有为的天才医生 毫不相干的两人却是指腹为婚的对象 彼此都非常抵触这桩娃娃亲 订婚宴上家长们都来了 男女主角却双双缺席 然而他们却并不在意 就这样将婚事敲定下来 苏金北结束拍戏后 遇见了被狂热粉丝围堵的同事徐家伟 他一脚由门冲了出去 随后车速越来越快 一不小心就出了意外 就这样被送进了周时韵所在的医院 给苏金北做完手术后 周时韵在办公室搜索他的相关新闻 结果被同事抓包 警告他注意自己身份 别见色起义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晚上周时韵查房路过苏金北的病房 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苏金北恍惚间看见男神 竟直接拉过他吻了上去 虽然隔着一层口罩 但还是令周时韵脸红心跳 他脚步慌乱地离开病房 大口喝水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第二天 苏金北醒来照镜子 看见额头上的伤疤 哭着喊着自己毁容了 直到他突然看见 沾有口红印的口罩 瞬间回忆起昨晚那个意外之吻 他的初吻没有了 昨天晚上有人亲了我 你不会是做梦吧 这是证据 恰巧这时周时韵过来查房 苏金北一见他就心里小鹿乱撞 脑海里也出现两个小人打架 李智告诉他 昨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外 可心跳加速的感觉 却欺骗不了自己 苏金北自信地以为 周时韵会败倒 在他逆天的颜值下 不成想男人面色平静 一本正经地做着检查项目 即使他使出杀手锏 对方仍旧云淡风轻 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昨晚的事情 当时你正处于术后麻醉状 意识不清 做出出格的事情很正常 我不怪 苏母从新闻上看到女儿受伤 担心地打来电话询问 谈话中提起他未婚夫周时韵 就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 苏金北听着这名字特别耳熟 转身一看床头的信息卡 普治医生那栏上赫然写着周时韵三个大字 他顿时恍然大悟 怪不得男人态度那么别扭 苏金北暗自发誓 要揭开他口罩下的真面目 于是偷偷跟踪周时韵 到了他的办公室 不料撞见男人赤裸着上身换衣服的一幕 苏金北尴尬地脚底抠出城堡 两人对视时 护士找了过来 周时韵的冷漠无情 彻底激怒了苏金北 下定决心要狠狠报复他 只不过方式有点特别 他要用无边的魅力征服他 然后再甩了他 但是经纪人只给了他三天的时间胡闹 因为不知道周时韵喜欢什么类型 所以他只能去猜 第一天扮成清纯少女 骑着单车从他面前经过 第二天又成了关爱老人的邻家女孩 失败之后 他使出了杀手锏 打扮性感去给他送夜宵 看见未婚妻搔手弄姿 周时韵果然上钩了 然而下一秒 谢谢 但是我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下班后 大哥找到他下棋 对一时话里话外都在劝他成家 苏家那边自己已经答应了 周时韵沉默着没有说话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苏金北还是没能如愿搞定他 反倒和同车的徐家伟 爆出恋情绯闻 经纪人询问他是怎么回事 苏金北可怜巴巴一脸无辜 他当时只是好心帮忙在 徐家伟离开而已 根本没想那么多 徐家伟带着狗仔 不安好心的来探病 想坐实绯闻提高人气 可惜他们的阴谋 被周时韵听见 周时韵拉着苏金北 躲进了杂物间 两人独处时 他有些紧张 偏偏此时一只大蜘蛛 从天而降 他害怕的抓紧身后的铁架 直到苏金北用纸包住后 才松了口气 周医生抱歉 打断一下 我们着急拿器械 徐家伟给苏金北看网上的热搜 对给他造成的困扰 感到很抱歉 两人谈话时 周时韵走进来通知苏金北 他可以出院了 但他还不想走 忽然想起经纪人说的话 男人都爱吃醋 于是故意让徐家伟为自己吃饭 想气气周时韵 没想到男人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午饭时 同事看周时韵吃的全是素菜 就开始饭见 晚上值班时 周时韵发现一个女人 鬼鬼祟祟地提着筒 担心他会伤害苏金北 赶紧叫护士报警 但还是迟了一步 苏金北被他泼了一身油漆 原来他是徐家伟的脑残粉 看见网上的八卦后 就发疯了 让他尽快办理出院手续 否则他就要退婚 苏金北的自尊心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回房快速收拾好行李 离开时 两人在医院走廊相遇 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还一直装作不知道 很有意思是吧 不久前 才订婚的两人互相指责 闹得不欢而散 但没想到苏金北离开时 高跟鞋突然坏掉 导致崴脚 周时韵下意识上情关心 生气的苏金北 直接脱掉坏鞋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 到家后 才卸下所有伪装 开始伤心地哭泣 哭到一半时 突然有人敲门 来人竟然是周时韵 你不是说要退婚吗 此刻周时韵 不再是那副冷漠的模样 温柔地给苏金北 双脚上药 苏金北心里有些小得意 试探性地询问 他能否接受 娱乐圈的人做老婆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愉快地邀请周时韵 留下喝茶 还忙前忙后 为他拿饮料 结果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 看来想要融化 这座冰山难度很大 于是找到经纪人 做外援 问他 如何才能让周时韵爱上自己 经纪人之招 润物细无声 苏金北调整了追爱攻略 开始经常给周时韵 寄快递送礼物 时不时向他分享自己的生活 渐渐地 两人的联系越来越多 爱情的种子 也在不经意间生根发芽 谁知苏金北的事业 却遭受了重创 原来他进剧组拍戏时 红组的女演员高子虹 特意来找他对戏 要求一会儿拍摄的过程中 让苏金北真的扇自己耳光 可他却一连几次不配合 不得不重打好几次 最后把他打得脸都肿了 这是被别有用心的媒体 刻意炒作 发布黑料 说他在片场欺凌后背 导致高子虹当场毁容 不明真相的网友立刻开喷 骂他是恶毒蛇蟹心肠 周时韵在网上看到新闻后 担心地给他打去电话 苏金北感冒严重烧得厉害 没说两句 就虚弱地晕了过去 周时韵焦急万分地赶到他家 将人抱到床上时 发现了枕头边的平安符 他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是妈妈特意为他 从庙里求来的 一个给他 一个给他未来的媳妇 照顾他吃完药后 周时韵就要离开 苏金北撒娇说 自己一天没吃饭 能不能帮他做顿晚餐 但男人什么也没说 转身就走了 苏金北心里很失落 翻遍家里 也没找到能吃的东西 就在他快要饿死时 周时韵带着晚餐回来了 苏金北终于饱餐了一顿 然后静静地看着周时韵收拾屋子 忽然感觉前所未有的温馨 对周贤夫更加的着迷了 结果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还抓着他的手紧紧不放 醒来后周时韵腿都麻了 离开时提出 让他以未婚妻的身份 随自己回家继续 苏金北心中狂喜 但还是故作矜持 说要考虑一下 周时韵让他在周五十二点之前 给他答复 很快 苏金北打人的事情 就迎来了反转 剧组所有人都为他作证 高子彤也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 剧组同事都认为 他太心机而排挤他 最后还是苏金北站出来说话 解释一切都是场误会 应该把精力用在好好演戏上面 这番话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高子彤羞愧地低下了头 周五苏金北心系顺利杀青 但这期间 周时韵一条消息也没发给他 他紧紧盯着手机 也没能等来他想要的 另一边 周时韵也等着苏金北的答复 两人谁都不愿意主动联系对方 眼看就到了约定的时间 可还是没能收到苏金北的任何消息 于是周时韵便决定不再等他 自己收拾完行李便驾车离开了家 突然苏金北被吵闹得铃声惊醒 好巧不巧的是 手机被他吊在地上摔碎了屏幕 他一看时间已经过了12点 于是也顾不上在矫情 三下五托二的卸去睡衣 换上自己的战袍 急冲冲地开车来到周时韵的住处 但是等他到了的时候 已经是人群楼空 气急败坏的他咒骂周时韵 还是和以前一样冷血 没有一丁点人情味 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快 他拉着助理逛街 想要用疯狂的消费 来排解周时韵带给自己的烦恼 然而等他拖着大包小包回到家时 竟发现周时韵玉树临风地 站在自己家门口 你不是都走了吗 等你啊 等我 男人第一次带着未婚妻回家祭祖 受到了全家人的热烈欢迎 然而下一秒 因为一盒玫瑰糖 从小娇生惯养的妹妹 记恨上了未来嫂子 原来两人去买奶奶最爱吃的桂花苏时 苏金北看到了玫瑰糖 就缠着周时韵买下送给他 妹妹看见嫂子 把桂花苏送给了奶奶 误以为哥哥手里的玫瑰糖是自己的 不料周时韵却藏了起来 是给他的 妹妹认为 哥哥最爱的人不是他了 心里十分不悦 等两人离开后 还向奶奶抱怨 管家提醒周时韵 房间收拾好了 苏金北以为 他们要睡在一起 有些害羞 管家赶紧解释 他房间在对面 周时韵还坏心思补刀 明明是你想多了 他这意思是对我没兴趣 回到房间之后 苏金北犹豫 要不要把糖让给妹妹 但想到这是周时韵 第一次送礼物给自己 实在有些舍不得 所以直接拆开吃了 果然十分美味 周时韵这时来通知他 自己有事要外出 叮嘱他 乖乖待在家别闯祸 不要突然被喂了一嘴糖 妹妹在窗外看见这一幕 简直气疯了 确认哥哥离开后 决定给未来嫂子 一点颜色瞧瞧 碰巧家里的厨娘手受伤了 她便窜多奶奶 吩咐苏金北做饭 这可把平日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大明星给拦住了 苏金北赶鸭子上架 在经纪人的远程 指导下忙活半天 好不容易做出一大桌菜 可是当周家人过来的时候 大家都傻了眼 原来在祭祖之前 奶奶都是要吃素的 更别提明天就要祭祖了 但现在祭品却全都 被苏金北给煮了 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苏金北赶紧向奶奶道歉 幸灾乐祸的妹妹 在一旁火上浇油 却没想到周时韵会 站出来护着嫂子 你当时也在厨房吧 你怎么不告诉她 不知者不怪 大哥和奶奶 也都原谅了苏金北 晚上周时韵亲自动手 准备第二天祭祖用的贡品 苏金北在旁边 给她加油打气 奶奶看见两人如此恩爱 心里也很欣慰 但妹妹对未来嫂子的不满 此时达到了巅峰 第二天 苏金北换好衣服后 准备和周时韵 一起去祠堂参加祭祖仪式 殊不知 妹妹端着一杯咖啡 在两人的必经之路上等着 苏金北一出现 立刻朝她扑过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衣服弄脏了 周时韵只好陪着 苏金北回房换衣服 但找来找去都没有合适的 目睹全程的大哥 看出妹妹是故意刁难 严肃地提醒她收敛一点 本以为妹妹会知错就改 不料她却变本加厉 祠堂里 众人都在焦急地 等着苏金北和周时韵 眼看及时就要到了 他们还是没有出现 其中一位长辈 指责苏金北不懂规矩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原来是周时韵 拿出了母亲留下的旗袍 尺寸正好适合苏金北 两人总算及时赶到了 祭祖现场 按照规矩 苏金北要跪在妹妹旁边 妹妹故意在她的蒲团里 放了仓啊 想让她当众出丑 结果自己跪下时 痛得大叫出声 幸亏她早有察觉 偷偷将蒲团掉了包 妹妹也算是自食恶果 事后苏金北找到妹妹对质 询问自己 哪里得罪了她 让她三番两次故意刁难 自己坏事就太多 心里都不清楚了吧 指责苏金北和她偶像 徐家伟牵扯不清 给哥哥戴绿帽子 苏金北哭笑不得 赶紧解释自己和徐家伟之间 什么都没有 但妹妹并不相信 就在这时 周时韵走了进来 妹妹以为有了靠山 更加理智气壮 周复莹 不放 哥哥的训斥 让她感觉十分委屈 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周时韵对妹妹不懂事的行为 向苏金北道歉 苏金北大方地表示谅情 还劝她去看一下妹妹 她或许是吃醋了 以为自己逼走了 她周家小公主的位置 但周时韵并不惯着妹妹 苏金北在周家的日子 混得如鱼得水 经纪人打来电话 催她回去工作 和徐家伟一起参加恋爱综艺 苏金北挂了电话 心乱如麻 她怕周时韵会误会吃醋 纠结一番后 还是打算坦白 穿着浴袍去周时韵房里 借吹风机 想要勾引她 结果被大哥撞了个阵阵 大哥尴尬地离开后 周时韵有些懊谣 苏金北本以为要费一些功夫 没想到周时韵根本不在意这些 直接就答应了 还十分体贴地送她回家 临走之前 大哥将母亲留下的翡翠耳环 交给周时韵 让她早点将两人的关系定下来 周时韵看着手里的耳环有些犹豫 要不要此时交给苏金北 她在门外徘徊时 门突然被苏金北打开 还没走是不是因为太想我 但她只是到了一句晚安 拿着耳环的手一直背在身后 没有给苏金北 苏金北录制综艺时 玩游戏书了 按照规则 需要和徐家伟一起接受甜蜜惩罚 在30秒内吃完一大碗爆冰 苏金北刚吃了一口 就觉得太凉 徐家伟体贴地抢过碗 独自吃完了全部爆冰 在场众人纷纷起哄 高子通的眼神更是吃醋又心疼 敏感的苏金北 发现了他的心事 于是在下一个环节 偷偷跟他交换了游戏卡片 为两人创造相处机会 周时韵在医院里 听见护士们讨论苏金北 和徐家伟的CP后 立刻回到办公室 锁上门关上窗 做贼式的点开综艺节目 他表面上云淡风轻 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随后破天荒地发了一条 故意吃寒凉食物的朋友圈 苏金北看到后 怀疑他是吃醋了 心里暗自窃喜 同时又害怕他生气 于是赶紧打电话过去解释清楚 东京吃寒凉食物 应该怎么调养啊 多喝热水 美女明星参加综艺时 故意将腿摔断 经纪人虽然看出来他是装的 但是在众人面前也不好揭穿他 只能配合着演戏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向未婚夫卖惨 周时韵收到消息后 不解风情地问 那是谁的猪蹄 苏金北可怜兮兮地 哭诉自己的伤痛 周时韵信以为真 带着药箱 急急忙忙去苏金北家里探望 但他别角的演技 实在很难不露线 连装病都不会 发的照片里伤的是右脚 现在嚷嚷着喊疼的却是左脚 周时韵开玩笑 逗他说要截肢 苏金北被拆穿尴尬不已 最后周时韵还是仔细地 给他受伤的脚腕涂药 随后便准备返回医院 谁知刚出门 就看见徐家伟拎着一堆东西来探病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 我的病人需要休息 周时韵不由分说 家人拦在门外 徐家伟看出两人关系不一般 但还是不服气 表示素人和明星的爱情 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他不会放弃 可周时韵是素人吗 他不仅是天才医生 还是周家二少子 周家出手 娱乐圈都要抖三子 妹妹在家看到苏金北和徐家伟 在节目上亲密互动 心里极度地要死 于是又想办法要祸害苏金北 召集粉丝要拍到 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照片 好趁机重伤他 结果只拍到徐家伟去探视苏金北 他拿着照片去找周时韵告状 想让苏金北进不了周家门 与此同时 苏金北在家里 发现了周时韵遗落的资料 随即决定送去医院 就这样 冤家路窄的两个人在医院大厅碰面了 妹妹故意找茬刁难 两人拉扯的过程中 妹妹气急败坏 当众大喊苏金北的名字 瞬间就吸引了无数吃瓜群众围观拍照 众人叫着喊着要他签名合影 苏金北不计前嫌将妹妹顾在身后 这时一个身患重症的小女孩 坐着轮椅路过 慌乱之中 他们不小心碰掉了女孩的帽子 露出了光秃秃的头顶 小女孩情绪失控 开始伤心哭泣 别害了你们 幸好这时医院保安赶过来 才将围观人群驱散 但这一闹 苏金北也不方便再去找周时韵 妹妹心有不甘 悄悄将照片塞进周时韵家大门下 被周时韵发现后 仍旧无一丝悔改之意 诬陷苏金北勾引他偶像徐家伟 没想到周时韵一点也不关心这个 严厉批评了妹妹的偷拍行为 随后又去找苏金北 取回自己的资料 苏金北先是假装不知道 见周时韵要离开后 不得不把文件拿出来 一步一步将男人引进自己家 不如其来的亲密接触 让两人心跳加速 空气里都是暧昧的味道 幸好这时文件掉在了地上 他们才各自清醒过来 周时韵不想留下妹妹这个惹祸金 一大早就让管家来接她回去 没想到第二天 同事告诉周时韵 事发之后 泡泡就陷入低落 整个人郁郁寡欢 也不肯继续接受治疗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顶着大光头被人议论 哪里能受得了 周时韵因为此事 遭到院长的训斥 让她不要和苏金北搞暧昧 扰乱医院秩序 起料周时韵的解释 让她更加来气 我们没有暧昧 她是我的未婚妻 院长命令她 尽快想办法 搞定泡泡的问题 然而泡泡 已经一整天不吃不喝了 再这样下去 她虚弱的身体 肯定熬不住了 就在周时韵不知 该如何是好时 转机出现了 这上面照片是 这是泡泡喜欢的 一个明星姐姐 周时韵不禁心下暗息 立刻打电话给苏金北 拜托她来医院一趟 苏金北二话不说 扔下徐家伟 就匆忙离开了 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后 信誓旦旦地 向周时韵保证 自己有办法 喜欢的大明星 忽然出现在面前 泡泡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表示自己最喜欢 苏金北眼的公主了 只是她现在生病了 再也不可能成为 美丽的公主了 苏金北给她戴上了 假发和王冠 一番打扮之后 泡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终于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 也不再抗拒治疗了 忙完这些 已经很晚了 周时韵主动提出 送苏金北回家 结果苏金北表示不用 如果她知道自己 将要面对什么 肯定不会拒绝得 如此干脆 面对突如其来的热情 周时韵有些发麻 问她打算抱到什么时候 她的脖子快支持不住了 苏金北有些尴尬地从男人身上滑下来 周时韵小心翼翼上前一脚踢飞杰锐 苏金北感觉最近一直有人在跟踪自己 见她如此担惊受怕 周时韵直接把人带回了她家 两人同居的第一晚 苏金北洗完澡就去找周时韵借睡衣 她打开衣柜任她选择 但这些她都看不上 我觉得你身上穿的这件就不错 要不然你脱下跟我穿呗 眼看周时韵紧张的咽口水 苏金北决定暂时放她一马 表示自己是开玩笑的 然后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宽大的衬衫 住进周时韵的家 躺在她的床上 穿着她的衣服 苏金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半夜时却突然听见了诡异的声音 她害怕地打开房门 苏金北尴尬地起身跪坐在床上 得知她听见了稀疏的声音 周时韵便带着她来到阁楼解密 原来是她之前救下的小鸟 因为饿了在笼子里扑腾 周时韵打算等她伤养好后再放声 苏金北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 她被经纪人的电话吵醒 催她去工作 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洗漱 正好撞见穿戴整契出门的周时韵 早 苏金北将昨晚的经历告诉经纪人 听说周时韵坐怀不乱时 经纪人感到不可思议 十分肯定周时韵不喜欢她 苏金北不免有些失落 但很快又重振旗鼓 赤巨资买下一件性感睡衣 换上后就开始不停地搔手弄姿 周时韵下班回家 立刻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可就在最甜蜜的时刻 她突然就清醒了 苏金北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 周时韵晚上回家后 看见苏金北沉睡得甜美脸庞 不禁心跳加速 转过身去整理衣服 掩饰内心的躁动 没发现苏金北已经醒了过来 她故意露出修长的眉腿 紧张地等待周时韵的下一步动作 果然周时韵蹲下身 将她一把搂入怀里 轻轻放在卧室床上 苏金北做事揽住她的脖子 暗自得意她融化了冰山周医生 不料周时韵依旧坐怀不乱 扔下一句早点休息 就无情地离开了 天知道她费了多大劲 才压抑住身体的欲望 次日苏金北起床后 发现周时韵已经在准备早餐了 男人认真做饭的样子 实在太迷人了 她主动上前帮忙 结果两人因为争抢一罐咖啡豆 紧紧抱在一起了 四目相对空气里满是暧昧的气息 正要热吻时 门铃杀风景的响啊 开门一看 原来是大哥和妹妹 妹妹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友好 实际上却不是个省油的灯 摆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甚至想要强行进入哥哥的房间 一探究竟 这女妖精真会这么老实 不老实又怎么样 不仅把自己当成女主人 还将未来嫂子当保姆使欢 吃完饭筷子一扔 就吩咐苏金北去洗碗 催促着哥哥赶快去上班 医院里周时韵不放心 冤家路窄的两人独处 于是打电话给苏金北 没想到却是妹妹接的 紧张地询问苏金北 是不是出了事情 结果却被妹妹教育了一顿 妹妹窜多苏金北 给周时韵送爱心鸡汤 担心妹妹会故意捣乱 苏金北每一步都做得很谨慎 但最后还是防不胜防 妹妹叫的车 在半路上遇人碰瓷 苏金北和司机下车查看情况 车门大开 妹妹的同伙 趁机潜入车里 往汤中加了点料 好不容易将汤成功送到医院 周时韵还没来得及喝一口 就被同事抢先喝了 却也因祸得福 同事被哭得呲牙咧嘴 苏金北猜出是妹妹动了手脚 但是没有在周时韵面前揭穿她 只能解释说自己厨艺不惊 回家后和妹妹对峙 妹妹本以为她会大发雷霆 所以一开始嘴硬不肯承认 奇料苏金北拉着她的手 真诚地表示彼此都是一家人 希望妹妹以后不要再捣乱了 苏金北想要和平共处 但妹妹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这样就算了 想得美 每次苏金北和周时韵沉浸在二人世界里 想要做点亲密的事实 妹妹都会杀风景地出现 强行加入他们中间 逼得哥哥嫂子只能半夜躲在阁楼优惠 一起逗弄小鸟 两人决定周末一起去湖边放声 苏金北为了美美的约会 特意穿了十厘米的恨天高 走路时差点不小心扭到脚 周时韵见状男友力爆棚 直接将人公主抱了起来 到了目的地后两人一起放飞了痊愈的小鸟 看见小鸟毫无留恋地飞走 苏金北不禁有些赶伤 她着急飞走 是因为想要回家 而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想不到冰山周一声开窍后 肉麻的情话信手拈来 浓情蜜意的两人正要稳向彼此 妹妹突然冲出来大声嚷嚷 暧昧的气氛瞬间消散 他们无奈带着妹妹一起玩耍 但是三个人的约会实在有点拥挤 妹妹只要一看见 两人亲密接触 就会立刻冲上去当电灯泡 直到晚上才熄灭自己 苏金北也累得筋疲力尽 周时韵为了弥补她的遗憾 亲手准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苏金北的一举一动 都迷得周时韵神魂颠倒 饭后两人一起在阳台看星星 流行划过之时 他们终于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苏金北为了缓解自己和妹妹的关系 邀请她去参加偶像徐家伟的演唱会 还带着她去后台介绍两人认识 本以为妹妹会因此感激自己 不再故意针对 没想到意外听见她和其他粉丝通话 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妹妹竟然要跟她死磕到底 苏金北决定不再忍让 打算给她点颜色看看 谁知道妹妹是个直老虎 轻轻一戳就破了 几句话就吓得她哇哇大哭 苏金北又没有哄小孩的经验 只能将纸揉成一团塞进她嘴里 最后答应介绍她做徐家伟的助理 才破涕为笑 至此苏金北终于收服了南缠的小姑子 可以开心地跟周时韵浪漫约会了 不料一个自视才大气粗的爆发户破门而入 不仅强行让苏金北跟她合影 还要拉着她去自己桌上陪酒 我的女人你也敢碰 周时韵忍无可忍 化身护妻狂魔挡在前面 周先生是我们的高级会员 我们必须照顾他的顾客体验 请您先出去吧 对方本来还想叫嚣 但又怕得罪权贵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苏金北被周时韵这样保护 心里甜滋滋的 他未婚夫不但人长得帅 关键时刻还难有力爆棚 饭后两人继续约会 他们一起品尝美味的冰淇淋 一起坐在沙发上看浪漫恐怖电影 苏金北被吓得紧紧抱住周时韵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经纪人给苏金北争取了一个新的代言 但要求合约期内必须保持单身 不可以传出绯闻 但他现在有婚约在身 所以对这项条款特别排斥 可架不住经纪人的劝说 最后还是签下了合同 让他一年内别让外界知道他有未婚夫 就是这份合同 差点拆散热恋中的小情侣 徐家伟约苏金北来到空无一人的剧场 说是让他给自己新歌提意见 唱完后却手捧鲜花向他示爱 苏金北理智地拒绝了他 但对方仍不死心 请求给他一个机会 我有未婚夫了 徐家伟失落地询问 苏金北喜欢周时韵什么 苏金北不禁陷入了回忆 他喜欢周时韵身上的职业光芒 喜欢他俊朗的外表 喜欢他对世界冷若冰霜 唯独对自己展现温柔 喜欢他的一切 苏金北说完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剩下徐家伟独自一人惆怅 这时一直坐在黑暗里的高子彤才站起身来 缓缓走到徐家伟身边 希望他能明白 苏金北不值得他这样 他才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 可是爱情讲究你情我愿 徐家伟明确表示 他们永远不可能 绝望之下 高子彤因爱生恨 决定狠狠报复苏金北 这天苏金北在完成直播任务的时候 周时韵不小心出现在画面中 粉丝们顿时炸了锅 慌乱之下 他只好说周时韵是新聘的司机 本以为他会因此大发雷霆 没想到他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苏金北结束直播后 想去找他解释 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 谁知男人冷着脸 就去医院加班了 护士们都被他散发的危险气息 吓得瑟瑟发抖 同时也被他一个眼神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他突然收到一条神秘信息 对方说有苏金北的秘密 周时韵表面上不在乎 却忍不住胡思乱想 苏金北的父母看见直播后很生气 怀疑女儿跟男人同居 于是打电话追问情况 苏金北解释 那是周时韵 他们也不是同居 只是临时室友 但父母认定两人婚前同居了 强硬地要求他们回家赴金请罪 苏金北害怕周时韵不愿意跟他回家 因此愁得不行 关键时刻 妹妹道成了神助攻 为他出谋划策 往眼睛里滴清凉油 在周时韵面前撒娇卖惨 说妈妈在家病得很重 想要看见自己带他回家 周时韵信以为真 答应一起去苏家 苏金北马上破题微笑 开心地附近周时韵怀里 周时韵精心准备了许多礼物上门 丈母娘见到准女婿乐开了花 但老丈人却完全不给周时韵好脸色 即便苏母几番美颜 也没能让苏父露出笑脸 吃饭时 苏母热情地打听周时韵的近况 得知他年纪轻轻就升职 做了主任医生 凭了教授职称 更是大家赞美 为了缓和气氛 苏金北怂恿周时韵陪苏父下象棋 没想到第一局周时韵就赢了 惹得苏父很不高兴 第二局时 周时韵有意让棋 苏父虽然赢了 却更不高兴 指责这不是君子所为 还骂他虚伪 最后仍然不欢而散 周时韵在苏父出门时追了出去 两人边走边聊 终于他用诚意打动了未来岳父 可就在两人买菜回来时 周时韵再次收到了神秘信息 对方说有他未婚妻的秘密 换作平时 周时韵会直接删除垃圾信息 今天却鬼使神差地点开了 画面中 他的未婚妻在和经纪人聊天 苏金北说自己和周时韵的感情 不过是一段游戏罢了 他只是想报复他 缺席订婚宴的一哥之仇 周时韵看完后十分愤怒 回想起之前苏金北对他的种种诱惑 谎称自己是他新聘的司机 还有情敌说的 素人和明星之间的爱情是很难长久的 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恰好同事打来电话让他回医院 他便冷着脸匆匆告辞了 然而苏母已经变散情帖 准备向亲朋好友隆重介绍成龙快续了 他这一走打得苏家措手不及 苏金北毫不知情地给他打电话发短信 都没有得到回应 心情低落到谷底 新代言的发布会上 当记者问起苏金北的感情问题时 他的回答彻底让两人关系破裂 我目前的状态 还是一个人 周时韵不知道苏金北签了单身合同的事情 心里认定他是个渣女玩弄感情 一气之下就跟着医疗队支援删躯了 苏金北担心他看见新闻会误会 急忙回家想跟他解释清楚 却根本找不到人 反复和妹妹确认 他一生不想离开后 认为他是故意玩消失 根本不在乎自己 苏金北干脆收拾东西 离开了周时韵的住处 晚上喝着闷酒 向经纪人诉说心中的不愉快 妹妹无意中发现了那段视频 恍然大悟 两人闹矛盾的原因 赶紧打电话给苏金北 苏金北看见视频大吃一惊 自己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不顾一切收拾东西 让经纪人推掉所有工作 打算去周时韵所在的山区医疗队 千里追夫 突如其来的暴雨造成山体滑坡 很多人被砸伤 周时韵和同事们忙得团团转 收到苏金北的消息后 想让他不要胡闹 给他打电话 却一直无法接通 忍不住为他担心起来 眼看雨越下越大 周时韵心急如焚 决定亲自冒险下山找老婆 临走前却被婷婷叫住 周时韵刚走出帐篷 就有病人出现了感染症状 身为医生的责任和使命感 让他无法离开 等到第二天放弃 他实在是等得及了 拜托刘叔带自己下山寻人 他必须要走这一人 正当他们要出发的时候 一辆三轮车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苏金北光着脚丫披头散发 满身泥泞狼狈不堪 全然不负往日光鲜亮丽的母艺 可怜巴巴地注视着周时韵 周时韵满脸心疼的肥奔向他 两人紧紧地拥抱彼此 这一刻仿佛所有的不愉快 都烟消云散了 周时韵用力地 稳住他的额头 舔湿掉他脸上的泥土 最后忘情地拥吻在一起 眼里除了彼此 再无其他 苏金北向周时韵解释视频的事情 他当时说那些话都是无心的 却不知周时韵已经想开了 两人特殊的工作性质 注定他们无法像普通情侣一样 走到今天这步 双方都对感情有了新的认识 爱情的力量如此伟大 他们绝不放开彼此的手 那个不还好一发视频给他的人 他一定要揪出来 吃早饭的时候 婷婷特意为周时韵多拿了一个鸡蛋 不料他转手就递给了苏金北 见到两人甜蜜互动 现场群众CP磕到飞起 婷婷在一旁心里很不适滋味 因为他早已爱慕周时韵三年 突然得知喜欢的人有了未婚妻 对方还是大明星苏金北 就再也无法隐藏少女心思 结果周时韵连个正眼也没给他 婷婷失落地离开了 半路上和苏金北擦肩而过时 他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距多大 支援山区的工作结束了 周时韵和苏金北准备返程的时候 刘叔匆忙赶来说 婷婷不见了 大家急忙分头去找 苏金北猜测婷婷对周时韵的感情不一般 害怕她在冲动下做出什么傻事 两人一直从白天找到了飞夜 苏金北不慎挽到了脚 周时韵男友力爆棚将她背起来 不久后就收到了消息 婷婷已经回家了 婷婷回家了 路上周时韵主动向苏金北坦白 婷婷是她资助的一个贫困大学生 自己对她没有半点想法 苏金北感受到了满满安全感 表示她才不会吃一个小丫头的醋 回到招待所后 周时韵体贴地给她处理脚伤 随后拿出了大哥交给她的手势盒 里面是周家世代相传的翡翠尔坠 周时韵亲手为苏金北戴上后 她就是她认定的妻 次日 婷婷特意来为她任性的行为 向两人道歉 苏金北大度地原谅了她 随后医疗队返回城市 经过这次山区之行 小情侣更加恩爱了 恨不得时时刻刻都黏在一起 苏金北和周家兄妹相约吃饭时 她才得知周时韵送的耳坠 是传媳不传女了 她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于是决定将自己从小佩戴的平安服 送给周时韵 却没想到她也有一个同样的 原来这是早逝的周母 在寺庙中求的一对平安服 命运的齿轮早就开始转动 本来双方都排斥得娃娃轻 兜兜转转却成了金玉良缘 这时电视上正播放记者 对高子彤的采访 苏金北忍不住感叹 他是一个努力的好演员 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 但周时韵却眉头紧锁 因为高子彤为人 并不像苏金北所说的那么好 反而很阴险恶毒 周时韵经过调查得知 他就是在背后搞鬼之人 于是将人约出来 警告他不要胡作非为 但他还想继续挑拨离间 我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伤害我的女人 有一个满分男朋友 是什么体验 无论他工作多忙碌 都会清楚地记得 女友亲戚什么时候来 并提前下班 准备好红糖水来接他回家 周时韵看苏金北一桌单薄 一边叮嘱他生理期 要注意保暖 一边替他裹紧外套 周时韵无微不至地照顾 让苏金北心里暖暖的 两人走在路上 外卖小哥不小心 弄脏了周时韵的衣服 他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他向来是个 情绪稳定的人 苏金北陪他去商场的 卫生间清理 不料他在门口等待的时候 被疯狂的粉丝认了出来 苏金北急得东躲西跑 眼看就无路可逃 关键时刻 周时韵把他拉进了 一个转角的地方 并为他披上自己的外套 这才躲过了粉丝的围堵 这北北跑得也太快了吧 两人在人来人往的 商场里拥抱 体会前所未有的刺激 苏金北接到了一部新剧 周时韵在家陪他对戏时 提出一个让周时韵 无法拒绝的要求 我要紧张肉肠 周时韵温柔地 让他闭上眼睛 然后在他耳边 轻声说等我一下 紧接着就为他戴上耳机 苏金北在沙发上 紧张地脚趾扣地 等待着男人的下一步动作 结果突然闻到一股肉香 这是什么 肉肠啊 高子彤和徐家伟的关系 越闹越僵 心里对苏金北的恨意 达到了巅峰 得知他要接派一部新剧时 立刻记上心来 借用助理的手机 给狗仔打了一个电话 将苏金北和周时韵的恋情曝光 这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周时韵本来想去给他送早餐 结果看见 苏金北家门口 被围得水泄不通 两人只好在地下车库碰面 本以为舆论风波会很快过去 起料周时韵的工作单位被曝光 在医院里也遭到许多记者围追堵结 同样的苏金北也没好到哪里去 网上黑平如潮 个人形象大跌 不仅丢掉了刚接的新剧女主 之前接的代言也面临违约风险 相亲网站因为苏金北的绯闻口被崩坏 对方负责人决定起诉他 经纪人马不停蹄地为苏金北善后 带他去给岳总道歉 但岳总想让苏金北在公众面前澄清恋情 苏金北不想周时韵受到伤害 毫不犹豫拒绝了 即使这样做会让苏金北的事业功亏一篑 经纪人问他值得吗 不料苏金北表示 如果名誉和他我只能选一样 我选他 经纪人为了挽救苏金北的职业生涯 偷偷联系周时韵 请求他帮忙开记者会澄清恋情 但苏金北不想委屈周时韵 于是瞒着所有人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是我的未婚夫 正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 苏金北在记者会上当众官宣恋情 还道出了两人娃娃亲的渊源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本以为会回他房的他 因为勇气和真诚打动了粉丝 口碑瞬间逆转 网上全是对两人的赞美和祝福 眼看一场风波就这样被化解了 没想到高子彤又开始搞事情了 原来徐家伟为了帮苏金北解决巨额赔偿的事情 答应岳总免费代言钟爱一声 岳总趁火打劫 要求他必须要和高子彤一起 徐家伟咬牙答应了 然后约高子彤见面谈代言的事情 他第一次坦白了自己对苏金北的感情 希望能帮他渡过难关 没想到居心叵测的高子彤 将这番话录了下来 徐家伟的录音被发布到网上后 又掀起了新的风波 苏金北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好在周时运选择无条件地相信他 徐家伟向苏金北表示歉意 并承诺自己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 徐家伟怒气冲冲地去质问高子彤 没想到他不但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反过来谴责徐家伟不顾他的感受 徐家伟为了弥补失误 开直播澄清他和苏金北的一切 现在他只当他是前辈和朋友 至于网上流出的音频 是被人恶意剪辑过的 希望大家不要被误导 他擅自做主惹怒了经纪公司 因此被血藏处理 苏金北和周时运公布恋情后 便不再刻意遮掩 两人大大方方地逛书店 没想到被粉丝拍下了亲密照片 老板对此不太高兴 他认为苏金北如今的身份 不再是青春少女的人设 可能会影响以后的演艺生涯 偏偏此时电视上播出 高子彤新戏开机的新闻 还正好是他之前众议的追证者 苏金北心中不免有些失落 不料这部戏的女二号受伤祝愿 高子彤不怀好意向导演推荐苏金北 经纪人觉得这是太吊价 不想答应 但苏金北却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仍然打算试一试 他到达剧组之后很不受待见 在私下对戏的时候 高子彤故意羞辱他 对他遗旨气势 但苏金北并不在意这些 他只想演好自己的戏 可高子彤却变本加厉 故意提出更改剧本 要加一场痛打苏金北的戏码 导演因为剧情不合理 非常为难 但苏金北为了大局点头英语 正式开拍的时候 高子彤果然公报私仇 卡 谁在喊卡 苏金北在片场被粉粉欺负时 霸总大哥从天而降 高子彤不知大祸临头还很嚣张 大哥连个正面都懒得给他 静止走到苏金北面前 这位就是套汉集团的周董 我们追证者项目的投资人 高子彤得知大哥的身份 马上就陪笑脸 想要讨好他 不料大哥当场宣布取消他女一号的资格 高子彤颜面扫地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苏金北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大哥只能将真相告诉他 原来之前苏金北的非料都是他报的 引起他和周时运误会的视频也是他发的 就连这次推荐他演女儿也是为了羞辱他 大哥告诉苏金北 帮他出气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周时运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苏金北朝着大哥的目光望去 周时运撑着伞就站在不远处 他飞奔过去 一把抱住他 感谢周时运 为他撑起一片晴空 不久后 高子彤被暴耍大牌乱改剧本 最后被公司血藏了 周时运的学术研究获了奖 苏金北在家里煮火锅 跟大家一起庆祝 席间经纪人提起 有个国际大导演的新片在海选女一 苏金北打定主意要参加 他想借此机会拿大奖 只有这样才能和周时运的才华匹配 但是这个导演是出了名的严苛 对角色要求非常高 而且女主角很多动作戏 难度非常大 苏金北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自己 每天开始节食减肥 周时运便贴心为他准备营养餐 很快苏金北接到入选通知 但要进行两个月的封闭训练 一想到他们会分开5184000秒 他就觉得很恐怖 只能先跟周时运撒娇一番再进组 每天24小时的魔鬼训练 折磨得苏金北疲惫不堪 周时运提前买好了戒指 准备给苏金北一个惊喜 借着医生的植物之便去看他 见到周时运那一刻 苏金北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两人在窗边匿匿歪歪 周时运告诉他 集训期间可以住在他家 不用忍受相思之苦 苏金北每天回家都是伤痕累累 周时运看得很心疼 问他有多想得到这个角色 苏金北表示拼了命的想 于是周时运联系了他在演艺圈里的好友 本来想为老婆走后门 但一想到苏金北想靠自己的努力拿到角色 便将到嘴边的花咽了回去 却不知道这一幕被暗处的记者拍了下来 第二天 制片人当众宣布 苏金北是女主角 他和经纪人高兴地跳了起来 第一时间想跟周时运分享喜悦 却一直联系不上他 心里不禁担忧 晚上回家 发现家里一片漆黑 正当他诧异的时候 彩灯忽然亮了 家里被布置得十分浪漫 周时运手捧鲜花向他靠近 祝贺他梦想成真 苏金北沉浸在幸福中 还不知道周时运打算向他求婚 就在周时运掏出钻戒时 门铃突然响了 苏金北打开门发现是经纪人 但他脸色十分难看 原来网上爆料 他是靠未婚夫的关系 拿到女主角的 苏金北顿时如遭雷击 进屋质问周时运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将他大骂一顿 说了许多绝情的话 苏金北误会周时运看不起自己 因此伤心至极 周时运明白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也非常自责 立刻去找苏金北道歉 结果得知人不见了 他找遍了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未骨 关键时刻还是丈母娘靠谱 苏金北表面上不乐意 心里还是很期待周时运来哄他的 苏爸苏妈为了撮合小情侣 也是操碎了心 周时运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苏家 但苏金北还在气头上 推嗓着将人拒之门外 并且不准父母放他进来 苏母再三劝说 才让他的态度有所松动 谁知一打开门 周时运竟不见了 气得苏金北转身就上了楼 苏母也是无可奈何 他和苏爸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不停地为周时运说好话 苏金北渐渐心软了 但还是生气周时运真的一走领知 无意间走到窗边 却发现周时运正站在他家楼下 被动得不停地搓手跺脚 晚上气温骤降 天空中还飘起了飞雪 心烦意乱的苏金北 终于支持不住了 飞快地奔向所爱的人 他紧紧抱住周时运 情不自禁地吻向他 在这浪漫的雪景中 周时运拿出了 一直戴在身上的钻戒 单膝下跪 向苏金北求婚了 苏金北笑着点头答应 神圣的戒指找到了归处 屋内的苏家父母 看见恩爱的两人十分欣慰 为他们准备好热乎的饭菜 经过这次闹别扭 周时运仿佛固然开了窍 肉麻的情话张口就来 两人甜甜蜜蜜地互相投喂 苏爸苏妈满脸磕到了 饭后苏妈安排周时运睡女儿的房间 苏金北瞬间害羞起来 苏妈不许他们越雷迟一步 可干柴烈火哪里忍得住 两人偷摸亲热时 门外突然传来声响 原来是妈妈偷看闹出了动静 打断了他们的好事 周时运一觉睡到天亮 睁眼发现貌美如花的未婚妻 正深情地望着她 还调侃自己抱着她的照片睡觉 是不是爱惨了她 大清早就狂撒狗粮 真是太可恶了 苏金北兴致勃勃地 带着周时运四处游览家乡 一起品尝小吃 享受完爱情的愉悦后 两人回到周家老宅探望奶奶 饭桌上苏金北突然恶心呕吐 作为过来人的奶奶马上问她 是不是怀孕了 苏金北想起 她一个多月没有来立嫁 就也相信自己怀孕了 她要求奶奶替她保密 想要给周时运一个惊喜 晚上周时运给苏金北送燕窝 她开心地让周时运喂她 然后撒娇地告诉周时运 自己怀孕了 周时运得知她要当爹了 顿时激动地语无伦次 冰山周医生此刻像个傻小子一样 为了更加方便照顾她 周时运决定让苏金北跟她住在一起 这天两人逛街时 苏金北看到一双新衣的高跟鞋 立刻走不动到了 可怀孕之后 周时运就不允许她穿了 怎料苏金北一声娇滴滴的周宝贝 让她秒变宠妻狂魔 我们可以先买下她 待手不穿 我发誓 包起来吧 经纪人拿来许多剧本 让苏金北挑选 她只能告诉经纪人 自己可能一年内都无法拍戏了 经纪人大吃一惊 赶紧询问她具体情况 才得知 她根本没有去医院检查 完全靠自己猜测 于是催她去医院确认 结果检查显示 苏金北并没有怀孕 这场乌龙 让两人都有些失望 周时运向苏金北提了结婚的事情 她只是想矜持一下 谎称自己不打算过早结婚 可没想到周时运当了真 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 婚事只能暂时搁置 直到院长夫人突然离世 周时运意识到人生苦短 她应该珍惜与爱人在一起的时光 我们结婚了 好 苏金北深情地注视着周时运 她早已准备好成为周太太 两人手牵着手奔向民政局 脑海里回忆着 相识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 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 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周时运和苏金北 彼此许下婚礼誓言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从此一无两人三餐四季 永远不离不弃 我们下期见